台湾毒品泛滥的程度 究竟有多严重 严重到了连在海边散步 你都有可能捡到海洛营砖 这不是开玩笑 而这是真实发生的新闻 时间就在2019年9月 台东县的大午分局 接会民众报案 有游客到海边去散步 竟然捡到了毒品 而警方赶到现场 一看这种包装 真的就像是电影里头 出现过的那种海洛营砖 而且一共有44块 研判都是从大海被冲上岸 而检井在第一时间研判 这很有可能 是在运毒交易的过程当中 不小心掉到海里了 这代表是最近的时间点 最近的海域 可能有毒品在交易 而其他的毒品 是不是已经被运上岸了呢 于是检井立刻清查了 包括是屏东 包括是台东 附近地缘关系 所有毒箱 可能抢摊上岸的地点 周边公路的监视器画面 通通掉出来看 全力地追气 如果光是掉到海里 冲上岸的海洛营砖 就有44块了 那么其他顺利上岸的数量 恐怕就更可观了 如果让这些毒品 流到了市面 那后果不堪设想 而事实上 根据联合国毒品犯罪问题 的办公室的调查 台湾的贩毒集团 在各国被查契的规模 一次比一次还要大 已经在金三角的整个 毒品贩运链当中 台湾扮演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而根据调查 台湾毒销 他们不但吸收了制毒师 购买渔船组成跨境的走私船队 甚至连市场的行销 他们也都一手包办 这种一条龙的模式 从上游一路赚到下游 带来的巨额的利润 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 听闻数字 而其中最知名的台湾毒销 就是屏东王林孝道 而他本来只是一个 靠赌场为生的小混混 他怎么会变成一个大毒销呢 据说他所拥有的船队 可以把毒品卖到全世界 甚至连菲律宾的总统杜特帝 都直接点名要抓他 不过林孝道最后 是栽在台湾检警的手上 而整个过程 就像是拍电影一样 充满戏剧性 除了石油和军火 毒品是全球最大的贸易 鸭片分三个区 金三角 金星月 还有南美 金三角主攻亚洲 不过有时候市场会变的 后会跑来跑去 电影门途中 刘德华饰演的坤哥 是名大毒销 从金三角运毒到世界各地 电影中描述 两个班队状况 但现实生活还真有雷同 我们在联合国UNODC里面 他每年都做一个统计 事实上在邻近近三角国家 比较比较近的地方 也许在泰国 辽国 缅甸或是马来西亚等等 这些国家 他取得毒品容易 可能不到五十块美金就够了 牛 澳 日 韩 甚至到达欧洲 以及美洲的部分 他一功课 可能就要高达将近 五百块美金以上 其实他价格的翻了 至少是十倍以上 毒品获利太诱人 毒销们前呼后继 抢进金三角 位于缅甸 泰国跟辽国的一个 国界的交界处 那边的地理环境 是属于比较高温 潮湿 有一些鹰树化的种子 在那边成长的话 是特别的容易开花 特别容易的结果 二十二万公顷左右 这个地方全部大概都是 作为鹰树化的栽种 那鹰树就是我们 有关鸦片类的 主要的一个原料 从鸦片之后 可以体验出马飞 然后精炼到所有的海洛因 他们是以黄金做交易 所以他们就称黄金金三角 这样子 金三角 那第二个说法就是说 这个鹰树化 栽种起来之后的经济价值 相等于是黄金 所以也有一说是这样子 说称为是金三角 各专责器 的警方都对金三角 不陌生 制度原料 鹰树化有了 上级大了 金三角当地各大 叛军判据 他的金三角是属于三个国家 所不管的地方 三不管地带 那他们可以透过当地一些判军 然后把这些利益分散出去 国际性的大的毒销出来 就是一个罗信昂将军 接下来有个昆沙 那这部分是昆沙他的住处 他的住处一个博物馆 东南亚毒王叫昆沙 就是以这个地方当一个据点 甚至在当地还创立了一些学校 就是一直在培育有关于华语的文化 语言能通 制度原料丰沛又是三不管地带 金三角近年被外界视为亚洲最大毒窟 为抢食毒品市场大饼 毒销们前进金三角 原来飘上来不仅仅只有一块 有一堆 经过统计来讲 三十多块 当然三十多块 但是隔天在屏东 也有人捡到 隔继连续几天捡起来 大概有四十四块的海洋荫砖 因为这个时间点实在太巧合了 除了双址地球标之外 它还有所谓的新华五花 张长白可能是第一次出现在市面上 所以我们才认定说 原来这批货本身来讲 应该是来自一个同的集团 检警专案小组启动溯源机制 几天后请自进来 发动搜索待人 大概在九月二十七号的时候 就到屏东内部的一个地方 做搜索 并且查气到了一个姓中的对象 还有他的共犯 姓李的对象 当时被警方查到的 毒品大概就有九十二块左右 九十二块海洋荫砖其实蛮多的 海洋荫砖除了双湿地球标之外 还有关键的新旺发厂牌 同时查获茶叶袋包装的 暗费他命 在这几年其实在东南亚 非常兴盛有一种包装 很特别的叫做 我们叫做主要叫tea bag 就是茶叶包 分析之后发现说 其实它来源来自于所有的金三角 连练那个地方 漂流遗落在台湾海岸边的海润荫砖 跟千里之外的金三角连结上了 监警追下去 竟然窜起台湾毒枭 毒品链 大概六大部门都在找他 大概十多年了 就叫姓林的这个祖先 他本身所设立的一些 所谓的犯罪断点非常多 所以很多单位其实花费了很多的精神 很多的资源 是没办法找抓不到的 市面警方伤痛脑筋的大毒枭 林孝道来自台湾 很多叫他屏东王 应该是指他的人脉的部分 第二他影响力的部分 甚至很多正式人物 甚至都想要去跟他做一个接触 林孝道曾想参选屏东县议员 要当议长 就连号称屏东皇帝的正太极 他也没有看在眼里 在地方都非常活跃 他自己的说法是说 他对于正太极本身来讲 一些嫌疑他不是很认同 而且曾经很像是涉及了 他所认识的朋友的一些案件 所以他非常的不开心 所以就只要找他回答 林孝道后来阴暗逃亡海外 从制毒师变成国际大毒枭 台湾警方想办法要逮他 菲律宾总统杜特地 更是把林孝道视为眼中钉 我们会避免毒师参选 杜特地之前指名 要找的人其实就是他 因为他早期是 以那个菲律宾南部的 明达纳尔岛那边 所以根据地的 那个地方其实 本身就有非常多的盘军人 而且他很多手下 其实就是那边来的人 所以认为说很多其实菲律宾的毒品 都是因为林孝道弄进进去的 林孝道到底有多嚣张 跨国半毒版图 扩及全球 他本身跟国外一些 境外的毒效来讲 他们彼此都有串联 他不用亲自到现场去挑 或减或溢价 他就能够取得毒品 再加上他有他的船队 他的活动地点 其实不是只有在台湾 他可能骗起澳洲 欧洲 美洲都有在 所以是跨国企业的感觉 对 他是跨国企业 因为他走的本来就是远洋的 远洋的 连非洲那个地方他都去了 其实到境外部分都会有翻译人员 他就专门都拼 对 而且他很多尖三角的地方 他实际已经有派人在那边 根据警方追查 林孝道的触角 很早就伸向国外 早期从事渔业 在菲律宾设有公司 除了运毒之外 其实绝大多数来讲 他又从事是正当的渔业工作 所以你很难去判断说 这些船只到底哪一次的形成 是在从事物法 哪一次形成是正常的在抓鱼 真正盛况的时候 能够掌握的船只 将近三十艘船只 合法 掩护非法之外 林孝道晓德 船在公海上 警方执法服役 看准这点打造走私船队运毒 常年在海上漂流 人员物资靠补给船运送 其实他这个幽灵船队 第一个部分 他找的是一个 没有靠海的国家做船机 比方说玻璃维亚 甚至蒙古这些国家 他本身没有靠海 但是他却又有船机 然后这些船只本身 来在海上漂泊的过程里面 可能今年累月一年 可能上岸不了两次 然后这上面还有武装的 所谓的叛军的人 驻守在上面 只要有人靠近来讲 他大概就会拿枪 对 上游俗称大统的船 从泰勉辽国等输出地 再运毒品 到了公海时 中统船接运后 叛军强大军火护航 最后再由小统船 接运抢摊上岸 接运到毒品之后 他不是进渔港 他是直接抢摊 因为有些离岛的地方 本身来讲 警力也不足 海巡人力也不足 所以很难掌控到 他们上岸的状况 搭乘交通船 就直接从离岛 进入到本岛 那进入到本岛之后 他们可能就会把东西 先放到车子里面 火回到台湾 竟然不是急着要运走 而是按兵不动 时间一到的时候 交另外一部车 把车里面东西拿出来之后 原来运毒那部车 还是停在原来的地方 第二部车 再运到第三个地方之后 再交给其他人 再慢慢地进入到他们的厂股 他会做了很多的端点 不过总是要相互联系 但电话通讯时 集团成员特地用加密手机 防堵查期 早期他必须要用特殊的机型 但是后来他们已经开发到 直接用所有的APP就可以了 他们那个APP是经过特殊编码 或什么的 对 造成警方在监控上的键盲点 然后甚至事后 手机里面的资料 自动把它毁掉 也没证据 对 所以即使我们查到之后 要串联到一些证据 是非常难的 林孝道的组织 从船队运毒 到毒品仓储管理 甚至运毒车队贩卖通路 串起完整的毒品链 这三年之内 他被警方或各部门 境内境外所查获的毒品 可能超过了三顿 那是一被查获的 那成功的就不计其数 过去都只扣到毒品 证据却咬不到 林孝道都是因为层层断点 让他逍遥返外 就连杜特地都放话要逮他 这次却栽在台湾警方手里 用案来追人 用案来追人 基本上你扣的货已经到了 市政已经有了 只要想办法能够收集到 他犯罪市政来讲 其实是可以真正把这个阻止 给瓦解掉的 林孝道千里运毒回台 检警从台东海边的海洛英砖 追出接获嫌犯 在网上溯源 查出幕后人士林孝道 花了两个月时间 巩固补强证据 将人收押 性中的这个对象被逮捕之后 他第一时间里面 他就知道有人在追他 而且甚至他把一些 能够毁的东西他都毁掉了 但他毁掉的其实是 他认为看得到他的地方 有些地方是他 他不需要看得到他 我只要能够确认 他在那个地方就好了 想到其实他最大的一个破口是 在他本身在逃亡这个期间 他是没有出境记录的 本来林孝道被逮时 老神在在以为能够脱身 没料到会被羁押 当警方借题询问时 采取的策略 又跟过去大不相同 跌对跌 就是说要问的是一个 他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 我们过去一定会说 你是在几年几月期做哪些事情 在电讯彻底里面 我要求专业小组里面 问他的问题 只是要来测试 他会不会讲谎话 还是讲实话而已 所以第一个问题 问的部分都是 让你去很讲 就是很琐碎的事情 你认不认识什么人 你可能去哪里 有没有去跟谁碰过面 然后碰面说 你聊什么东西 打行李战术反倒让你笑到慌了 到底检警掌握他什么把柄 第二份的征讯部分就是 据我们查证的结果再来问他 其实基本上这是两个 是同样一个问题 前面部分我们就预计 你就会说好 我就是要让你说好 后面部分就告诉他 我们是从查证之后 事证拿出来告诉他说 其实你讲的东西 其实跟我们查证的东西 是非常无差的 水深手细的时候 我们发现了 一些跟案子有关联性的东西 再去加强这部分的证讯来讲 他就知道他大概没救 检警劝说坦白从宽 特有调查才有机会减轻刑期 最后林笑道不得不招认 从最上远到最后的中间的结果 上岸的接运的到藏湖的 基本上整个十多个人 全部都抓起来 基本上他整个组织 几乎可能是瓦解的 林笑道他如果一年进来的毒品 超过台湾三分之一 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即使不是他的货 都会为由他的船对 代为做一个运输 以林笑道我们认为 在查证林笑道当然来讲 其实他是斩断 也有关于他的来源 毒消即使他取得毒品 他也没有保证 能够成功的运进 他在这里 好 林笑道被抓了 但是他控出来的市场 还是会有其他的毒消 继续的挺着走险 刚刚节目一开始 我们就提到了 在台湾破获了毒品的数量 每年都在破纪录 而就在林笑道落网之后 连锦接到了一个情资 有一艘台湾籍的渔船 他的行机相当诡异 他可能跑到了菲律宾附近的 公海区要交易 高雄市行大立刻申请搜索票 直接把船开出去 要拦截这艘渔船 把船直接拖回东港来搜索 但是搜来搜去 就是收不到东西 明明每个船员 看起来表情都怪怪的 有人甚至被吓到全身发抖 但是不管怎么样 就是收不到毒品 难道这艘船有密舱吗 要破坏船体 切割开来看吗 但是如果你切开来看之后 没有东西 那这个损坏 谁要赔钱呢 就在天人交战的时候 有人在厨房的冰箱 好像发现了什么 美味的黑鲑鱼 全台湾最大供应地 就是屏东东港渔港 因为这里是南台湾 最具规模的近海渔业 及远洋渔业重镇 船只进出频繁 却也容易有不肖人士 伺机从事步伐 接获到一个情志 他说这个人有在从事 这个农业用品这些走私 这个人没有什么正常的经济来源 为什么有钱去买船 走这些农业用品的话 应该划不来 因为他刚买船 船买一买 也要应该有五百多万 4月7号的时候 他还是没有返程的迹象 他一直在这边绕 3月34号出海 到清美海迈回来 我觉得说 他们的 依他们的速度航程 他们到菲律宾 就往哪 往越南外海的方向前进 这样子 我们在想说 这次这样的方向应该 重展机率会很大 对 所以 我们大家就赶快 跟简安方报告之后 申请所有票 一般来到菲律宾公团的时候 我们就要出船 去把他进行安检在座位 结合我们海岸巡邦署 海巡署的屏东查骑队 我们跟他们一起登船 拖回东港安检所来进行搜索 这边就是平常的东港渔港 那一天满胜台86号渔船 进来之后 就是停在这边 那我们兄弟就在这边等 晚上10点多时候 快11点到东港 防疫的一个安检 做完之后 大概也快12点 渔船大部分都是 它有3到4个渔舱 我请他把渔舱打开之后 看看渔舱里面有渔货 会不会夹蛋的方式 对不对 它那个渔货要大的 会不会长在里面 对 塞在里头 这个也是有过的 对 突然一打开 怎么没什么渔货 而且还有一些活儿在那边 后来我有去跟船长 面对面给他讲说 那你这个就把水放掉 可是他当下他的感觉是 就是也是蛮沉稳的 他就说我这个明天 请人家来把这个船 把火鱼抓走 然后不要让我们看 他越不让我们看 我们是越要看 觉得应该是有什么 对 要隐瞒什么事情 所以他才会在那边拖 暗夜中摸黑搜索 从凌晨十二点到三四点 一无所迫 专案小组决定等天亮 再彻底搜查一次 把那个火鱼载走之后 里面船长还是空的 他没有找不到密仓 专案同仁怀疑 前舱一次被改造过 会有密仓 但翻了翻找了找 不放过任何角落 船上依然找不到可疑物品 那船底下呢 海巡他们也派潜水的兄弟 进到船底下 因为他说是藏在那个船底下这样子 结果他们下去看了一下 也没有 到最后有点 我们都有点想要放掉 说是不是这次真的没有 是不是请知错 对 是不是这次真的没有这样子 那我等到天亮之后 我说好 要不然我们就请 那个企图全郎 船上面一个那个油的气味太重了 海鲜 你知道你这渔港知道 那个海鲜气味很重 对对对 它会干扰到狗狗 它的鼻子的凝硬度 对 所以狗狗在那边闻了半天 好像也闻不出一个 一个所以然 这一下在旁边讨论说 会不会是 告错了还是锁定错误了 还是没有载运成功 我就跟简单让人回报说 发简单的话 这个部分如果再没有办法不过 我的想法会把船整个吊上来 会吊上来我们就要做切割了 我还没有问题 是怎么办 对啊 赔钱了 他如果整个整个船底破坏掉 你可能要赔一刀船有可能 你爸爸 他一直跟我讲说 听我这样好 这样工程会弄得有点大 我心又量了一半 我说那怎么办 然而根据经验跟直觉 专案小组的同仁 始终觉得不寻常 船员跟他那个轮机长 他弟弟就有点焦虑了 我就握他的手 他的手有点发抖 我说奇怪 你没事你干嘛发抖 他有点感冒 感冒不大对劲吧 我们觉得说 这个船还是怪怪的 可以看一下吗 他们的刻意闪烁 还有他们不愿意去 配合我们 或者是那个轻松度 不是那么的自然 这一条船是不是就像我们所研判的 他真实地去再用毒品回来 除了船长表面的很淡定 他的所有的船员 都是一个不安的气氛站 那个氛围我们就感觉出来说 你一定有东西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不知道而已 讨论后 专案小组决定再次登船 把船上能移走的物品 统统搬上岸 从船头到船尾 再检视一次 就在靠近船尾厨房附近 有了异状 小冰箱 放在那个位置 也有点不起眼 因为它 后舱是属于他们 那个主持的东西 然后冰箱就那 对对对对对对 搬开 怎么会有一个板子 是一个活动式的板子 会不会在这边 所以把冰箱搬出来之后 板子一打开 发现都是一袋袋 大马袋 我们一打开 发现到是海洛因专 双丝地球排的海洛因专 那大家看来说 心里面就觉得都已经走了 我们一袋一袋的 把它办出来 可能为数200 300 这就已经是很大量的数字 后来我们一直在起货 一直在搬运 我们发现这个数字从300 开始跳500 600 700 到最后堆满了整个码头上的时候 我们发现 这一次的总是数量 是整个可能突破我们治安史上 查读的 气读的资料上面 一个最高的数字 海洛因毒品就有400公斤 然后暗非他命就占了600公斤 这在一二级毒品合并起来 在台湾的运输毒品的查评史上 是没有这么高数量 当警察这一辈子 我看过目前为止 这个量是算最大的 真的真的吓到 检察官也吓一跳 这个 这些毒瘦真的是很赶 很高兴地说我们终于 查获到这一笔这么大量的毒品 但是我们想回头过来想想说 这么单单的一个船长 船员和外籍的运工 他们能够掌握到这么大量的毒品 可以运输到台湾了 你跳到那个他已经都被抓了 为什么 我们后面还有 他有这么大咖的 可以去处理这个那么多的东西 到底是谁 就追源头 大家都是有这个念头 就是想去把这个研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